箴言二十八章十四节 长存敬畏的便为有福 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敬畏原文就是惧怕敬畏的意思 刚硬原文就是万强固执的意思 两者都是分词 就是表明常常存着敬畏之心的人 就会蒙福 而心里一直是刚硬骄傲的人 必会远离福气 进入祸患之中 上帝是轻慢不得的 我们若是敬畏顺服 就会得享蒙福的生活 我们若是刚硬悖逆 就会自己受到亏损 这样您的评论 论